近日,由湖南湘潭移民营企业承担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核电主泵核电机滑动轴承》 经过长时间的系列试验,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设计技术要求 在解决主泵安全电机启动力巨小这一世界级难题后 通过产品迭代优化设计,有效提高了可靠性 核电被公认为目前世界上最清洁高效的能源 中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滑龙一号 所使用的主泵双向大推力滑动轴承 便是由湖南湘潭的这家民企所研发制造 该企业副总工程师刘晓军介绍 主泵核电机轴承是核电项目的核心零部件 对核电安全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的产品解决了在地震工况和全场断电条件下 确保小电机正常安全启动 带走核反应堆的余热 确保不发生核事故 产品通过100个多小时的信任测试 和3个多月的可靠性测试 结果表明它的10年寿命可靠度达到了0.99994个9 据悉,滑动轴承是机械传动基础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进入高速期 对中高端滑动轴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十多年前,由于国内只能生产一些低端产品 中高端滑动轴承全部依赖进口 国外产品不仅昂贵,交货周期长 并且在贸易过程中外方充满傲慢 柳小军说,从那以后,其所在企业开始转型钻研中高端滑动轴承的研发生产试验 历经2014年国外行业巨头高价收购 2018年外方对技术、设备和材料三方面的断供封锁 该企业坚持自主研发 不仅掌握了核电主奔轴承设计技术 实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等完全自主 还成功实现产品商用 目前,该企业在滑动轴承国内高端市场的占有率达到100% 在国际市场进入前五名 把滑动轴承制造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